今天呢,我们要来讲一下 吴语宁波话入门教程的 宁波话问星期 那么首先呢,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 今天宁波话是说成金木 那么宁波话就是读作 姐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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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的话,宁波话是说成明朝 那么宁波话是读成明朝 明朝 明朝 昨天宁波话是说成 昨末 那么宁波话是念 扫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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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期呢,用宁波话是说成 礼拜 那么宁波话是念成 礼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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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分别是念成 礼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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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今天是礼拜几 用宁波话 那就应当是 如果把今天改成昨天的话 那就应该是 什么礼拜几 那就问的是昨天是星期几 如果要问明天是星期几的话 那就改成 老板 明eous 礼拜 obviously 明 collision 好 那如果大家对无一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 梁誉学堂 或者是关注一下素白学堂微信工作号 那么最后还要退一波 自己语言社团 最早边这个二维码是 UP主语言社的Q群 中间的上面是UP主的推特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CUMB宁波文化探究社 最右边是校实日语社的合作组织 欢迎大家都是加入这些 关注一下我们 那就谢谢大家 ZY